这田七啊 果然是认真考虑起 计征的提议来了 其实 他一开始 也并没有打算在皇宫之中 当一辈子太监 当初进宫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后来又想着 等攒够钱就告病离开 皇宫之中 是非太多 他又不是真的太监 往后还要出去 享福过日子呢 再说了 虽然他做得周密 但是一旦被发现 不是真太监 这小命就到头了 只不过 这人的欲望 总是不断的膨胀 他想赚钱 赚着赚着 就上瘾没够了 现在盘点一下 加财 也已经将近三千两银子了 嗯 这些钱呢 只要不是太挥霍 花一辈子足够了 既然如此 他为何不急流涌退呢 啊 这小王爷说得好啊 去了他府上 一样能赚钱 还不用担心脑袋搬家 如果将来在王府待不下去 大可以一走两只 从此以后 天南海北游历一番 找个风景秀美的地方定居下来 弄个小买卖 吃得饱 穿得暖 聊此残身 嗯 于是天气越想越觉得 这王爷的提议不错 嗯 不如 就 从了他 哎呀 可是皇上会不会生气 他自己身边的人 又另投别主呢 嗯 大概不会吧 我本来就老是惹皇上生气 我这一走啊 皇上或许会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吧 哎 不对呀 皇上应该不讨厌我吧 如果真的讨厌我的话 又何必要提拔我呢 嗯 难道是因为如意喜欢我吗 哎呀 哎呀 有可能啊 哎呀 田七想得脑人发胀 最后确定一点 哎 算了算了 我自己按兵不动 等着王爷主动去跟皇上要人 反正我本来就是个奴才 奴才的去留 从来就不需要个奴才本身嘛 至于忠诚啦 至于忠诚啦 节操啦 一奴不侍二主这类的东西 田七倒是没有仔细考虑过 嗯 反正太监是不需要节操的 我又没背叛皇上 这纪征听了田七的答复 自然是大喜过望 第二天便进宫面见纪衡 先臣说了一番自己王府人才流失的严重现状 纪衡听着不对劲 警惕地看着他 倾诉完毕 纪征说道 啊 皇兄是玉下的能手 调教的奴才也比别个强上百倍 臣弟恳请皇兄赏那一两个奴才与我分一分忧 使我不用如此手忙脚乱 也不至于给皇兄丢脸呢 纪衡挑眉道 哼 你看上哪一个了 啊 这圣安淮行事沉稳老练 是个可堪大用的人 你还真敢要 不过他是皇兄用习惯的人 臣弟虽求贤若渴 却也不敢打他的主意 皇兄跟前的田妻也还不错 虽比圣安淮差些 却是聪明激紧 能办成事 这个奴才倒和我的演员 请皇兄成全 哼 我就知道 纪衡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心头冷不丁就窜起一阵怒火 晃晃悠悠悠的烧着 烤得他额上的血管突突的微跳 他深吸一口气 压下心头的异样 愣笑道 哼 要单说奴才 朕并不吝啬 你是朕的亲弟弟 自然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别说田妻了 就算是圣安淮 你想要他 一样可以要走 但是 阿征啊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你心里到底藏着什么主意 你自己知道 啊 黄兄如此多虑 实在令臣弟惶恐啊 多虑吗 哼 朕就是思虑太少 才放任你成了今天这个模样 你不过是看上田妻的颜色 想要骗回去辖蟹 玩相公竟然玩到狱前了 你好大的胆子 纪衡说着说着更加的生气 紧不住横起眉头 凶神恶煞一般 纪针慌忙跪下 哎呀 黄兄明鉴 臣弟并没有这些龌龊心思 是吗 既然不是断秀 那就回去乖乖的取门妻子 好好过日子 朕明天就命人把士林女子的名册送到王府 你给我好好地挑一个 黄兄啊 臣弟暂时不想娶妻啊 还说你不是断秀 这既争年少气盛 此时也有些火气 紧不住辩解道 哎 臣弟并不是断秀 也未曾想要卸完田妻啊 臣弟以为 人生得以知己足矣 就算那知己刚好是个男人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黄兄何至于劳神洞悉至此啊 哼 不知悔改 黄兄严重了 纪征不打算再纠缠这种问题 转而说道 臣弟今天前来 只想求一二帮手 万望黄兄体谅割爱 纪衡眯眼打亮着纪征 朕若是说不呢 纪征垂目道 黄兄是九五之尊 手下能人无数 定然不会吝啬一个奴才 黄兄您这么讨厌断秀 倘若真抓着一个清秀的小太监 千千万万的不愿意放走 反倒容易让人想歪 那一定是黄兄不愿意见到的 纪征此番话 只是为了将纪衡一军 让他不能不放田七 然而也不知道怎么的 纪衡最近敏感得很 这话听在他耳朵里 就多了另一番意思 你说我是断秀 我看你才想断秀 反了 反了 纪衡指着纪征 气得手指发抖 执迷不悟 死不改悔 还敢强词夺理 忤逆掌胸 今儿个 朕就带先皇教训你这不孝子孙 看你还敢不敢猖狂 说着向门外高喊道 来人 几个小太监应声推门而入 纪衡吩咐道 把宁王拖去太庙 给朕请家法 太庙里供着老季家历代祖宗的牌位 皇上说请家法 意思就是要在祖宗牌位前 斥打宁王 纪征听说皇兄要打他 也不求饶 反而脖子一梗 一言不发 纪衡看到他这样子 就更加生气了 这田妻之前没敢出来 他这会儿在门后边听得吱吱的 听说皇上要打宁王 他便不忍心了 说到底儿 这事儿还是因为他 宁王是仗义的人 他也不能当怂蛋呢 于是田妻慌忙从门后闪出来 跑进殿内跪到记横面前 哎呀 皇上请息怒 此事不关宁王 是奴才主动要求跟他走的 宁王心肠软 这才求到御前的 纪征惊讶地叫他 哎 田妻 你在胡说什么 田妻偷偷给他递了个眼色 哎呀 你先闭嘴 纪征于是不再言语 却精神紧绷地看着他们二人 以防突然出现什么异动 导致田妻有生命危险 季恒没有异动 他只是低着头 死死地盯着田妻 一言不发 那脸色却阴沉得可怕 仿若山雨欲来 黑云压境 这宁王身边站的几个太监 看到皇上如此 不敢行动 也不敢说话 都无比希望自己是透明的 嘿哟 皇上 看不到我 看不到我 看不到我呀 田妻也是头一遭 看到皇上生这么大的气 那脸色 仿佛历时就要让在场的所有人 都碎尸万段一样 他禁不住打了个寒净 结结巴巴地说道 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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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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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听 听 听奴才解释呀 嘴上磕磕巴巴地说 心中却在飞快地转 哎呀 要怎么解释啊 于是继衡继续盯着他看 做好了听他解释的准备 田妻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刚才一冲动把事情揽过来 这会儿才发现 无论怎么解释都不好 哎哟 这皇上呢 他本来就怀疑我勾以宁王 这下好了 我声称主动往宁王身边凑 现在就坐实了这个罪名了 如果说我是被逼无奈的 那么原因呢 皇宫不好吗 皇上不好吗 哈哈 田妻的大脑一片空白 他急得冷汗淋漓 脸色苍白 嘴唇哆哆嗦嗦 张了张嘴 却无法发声 说啊 季衡向前迈了两步 走到他面前 俯视他 幽冷的目光中 透着浓浓的失望 他扯了扯嘴角 冷冷一笑 哼 说不出来了 这田妻顿时觉得急背发凉 他向后看了看 答道 皇上 奴才 奴才不敢说呀 哎呦 能拖一会儿 试一会儿吧 季衡便看向其他人 你们先出去 这个门 当然包括 季征 季征虽然不放心 但他知道 自己执意留在这里 对田妻未必有好处 于是也只好先出去了 出去之后 心里记挂着田妻 不愿离去 想要知道个结果 一旦皇上要处置田妻 他也好及时救人呢 想想田妻为了他而勇往直前 季征既觉得担心 又是感动 内心还涌动着一股别样的甜蜜 然而一想到皇上 季征又觉得不可思议 哎 皇兄怎么就突然如此震怒了 大殿内 震怒的皇上 依然在震怒着 他满腔的怒火激进崩发 现在只需要一个缺口 田妻趁着方才喘息的机会 把整件事情捋了一遍 啊 主动去王府的原因 绝不能是被王府吸引 问题 必须是出在皇宫 出在我自己身上 啊 又不能说皇宫的不是 不然就是打皇上的脸了 那么 那么我想离开皇宫的原因 就只能是 嘿 田妻灵光一闪 抱住季衡的小腿哭道 皇上啊 奴才喜欢您呢 暗恋您呢 奴才天天为您神魂颠倒啊 日不能撕 夜不能寐 吃不好 睡不香啊 季衡雷劈一样 呆立当场 田妻没有发现阴云之上 已经在打闪 她物字沉浸在自己的说辞中 奴才知道您是皇上 可是奴才 奴才身不由己啊 万一哪一天 我忍不住冒犯了您 到时候奴才自然死不足惜 可您是皇上呢 怎么可以被奴才亵渎呢 嗯 奴才每每想到此 就怕得不行 便只好出此下策 心得想着呀 我那么喜欢您 就算离了前清宫 也未必管用 嗯 最好的办法 就是离开皇宫了 哼 这才要求了您王爷 向您要人呢 您王爷 也不愿意皇上 被太监费礼啊 嗯 就答应了 嗯 好吧 这种解释啊 虽然略显牵强 但出发点是好的呀 田七觉得自己的死罪 应该可以免了 而且 他之所以敢大着胆子 承认自己暗恋皇上 是因为 他发现皇上 对于被太监轻薄的容忍度 还是比较高的 证据之一 就是错问事件 哎 现在呀 就看皇上的裁决了 然而 皇上迟迟没有说话 这记恒 虽然面上还保持着镇定 内心却已经翻腾起来 他知道这小变态笑想他 但是突然之间 遭受如此直白又大胆的抛白 他的心 依然无法抑制的 狂跳不止 他是一个含蓄的人 就算是后宫嫔妃 对他表达爱意时 也都是指花借柳 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狂放的露数 然而 越是直白 越是浓烈 也就越让人脸红心跳不止 记恒的满腔怒火 早就灰飞烟灭了 取而代之的是满腹愁节 有些反应是无法控制的 他想平复下心跳 以及脸上的热度 到头来 却是徒劳 看到田七抬头看他 记恒莫名的就有点心虚 于是故意微微抬高头 只留给他一个下巴 田七从这漂亮的下巴上 看不出皇上的喜怒 只好壮着胆子问道 皇上 您能原谅奴才吗 记恒却答非所问 哼 哭什么苦 难看死了 说着 抽回腿 转身离去 田七还想说话 冷不防半空中 飘下来一个东西落在脸上 他扯下来一看 是一方白色的帕子 田七用着帕子擦了擦脸上的泪痕 看着那道渐渐远离的挺拔背影 长长的舒了口气 哎呀喂 小命总算保住了 哼